就是現階段4月份 我們說五重六節會不會很早到來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現在電子 鋼鐵 航運 還有什麼相關的個股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篩選啊 現在就是不能碰電子嗎 欸 其實也不會喔 因為其實就電子來說的話 因為還是蠻多的股票是不錯的 可以留意的方向 那當然另外的話呢 因為其實今年的升息的循環開始 所以包含了像是一些金融股也好 或像是一些傳傳原物料的個股 都會在4月份會有一些不錯的表現的機會 4月份最關注的兩個族群 你點名一下 點名金融股 還有就是在鋼鐵的股部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我們先來看一下在整個上市櫃啊 去年獲利滿滿 可以說呢 這個是一舉突破了3兆4兆 來到接近4.2兆的一個獲利水準 也就是去年各個上市櫃公司 他們都賺飽飽 可是大家就來想啦 歷史的過去 畢竟就是過去了嘛 現階段大家要思考的是 清明節後呢 這個行情會怎麼樣來走 那今年的上市櫃 他們的獲利營收表現 還能如此的亮眼嗎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坤仁 來幫大家來解析一下 就是現在市場上面的氛圍 是不是很詭證 坤仁好 小畢好 大家好 是 坤仁我們就要來聊了 因為看到這個上市櫃的數字 真的耶 表現的超優的 只是今年怎麼辦 好的 因為其實我剛剛 聽到小畢講到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過去就過去了 對啊 因為其實接下來的時間點 要到了我們的第二季 那因為其實在3月底的時候 全體的上市櫃公司 已經把他們年報 就去年的年報 都公佈完畢了 4.29兆元年增了71% 那去年的一個高基期 會讓今年的成長的動能 趨緩或者是說 平平平平平平淡的公司 跟個股的話 今年接下來的表現 會相對辛苦 我講比較坦白一點的 但是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樂觀的看待 接下來的 比方像是升息循環開始 或者是說接下來有一些 比較不錯的 趨勢成長的產業 今天的節目裡面 會跟投資本來說說明 沒錯 因為就是就第一個重點啦 大家就可以有點想說升息 升息其實是給兩面刃 也就是它代表景氣復甦 可是另外一個階段就是在升息的 這過程當中 假設又有一些 比方說惡物戰爭 或者是其他什麼通膨的問題 它就是會影響到整個股市的表現 所以假設聯準會真的 5月份要來升息兩碼 這個對於市場上面會有波動嗎 其實是會的 我講比較坦白一點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就我們3月看到的升息 是升息的循環開始了 而且FED現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它要告訴全市場 全世界它要做什麼 所以目前市場上面的公司是 5月份會有升息兩碼的過程 甚至縮表又即將開始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大家會發現說 怎麼好像2000億 3000億 這個市場上面的台股的量能 變成是一個常態了 去年本來有五六千億的大量 可是今年的話回到了 只有兩三千億的這個量能的時候 自然而然會在行情的面 資金的推動上面來說 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今年的一些操作的重點的話 就會變成說 好像就算是一個族群 過去的族群是一起連動向上 可是今年的話變成是一個族群裡面的 走勢確實有比較分歧的過程 到底會不會五重六絕 今年提早報到 也就是4月份完全就是沒有行情的意思 會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其實如果接下來的 4月份的行情 或者是說接下來的選股的話 真的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來跟大家分享說 包含了4月 甚至是包含了整個第二季 那投資朋友你可以留意哪一些方向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點 我覺得第一個重點的話是說 我們還是要分成像是電子股跟傳產股 甚至像是有哪一些是比較屬於利多的族群 那我們先看一下電子股 因為其實就電子股來說的話 第二季都是電子股的傳統單季 所以假設如果真的要說 所謂的五窮六絕的話 確實會發生在電子族群的身上 那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方向就是說 好像壞到不是全部都壞 那還是有一些不錯的族群 我們可以跟他來做一個提醒 就是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前一陣子 像是消費者IC 或像是手機這一塊 他確實在中國那邊賣的不好 因為包含那邊的消費的 那個狀況來說是比較虛緩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電動車的族群 就是包含了像是 特斯拉 如果你看一下這個時間點的股價在做創高 那代表的是趨勢的向上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電動車的族群 會是在第二季的電子股操作上面來說的 會一個重點的族群 因為現在量不足了 再加上整個局勢看起來是比較動盪的 所以我們就要來觀察這個外資 我們一直說今年的一個行情就是 不要靠外資 其實去年就是這樣了 靠外資你會覺得 他好像每天都在給你買 賣到你信心都沒了 可是我們的內資就是感覺錢很多 一直在這樣灑灑灑 灑到讓你很安心 今年的話還是整個四月份 那依舊是看內資嗎 確實是 接下來或者說接下來的幾個季度 那在投信的一些持股比較 從無到有 或者說他們持續買超的個股的話 都會帶來一些比較大股的 漲升的行情 那這種行情的話 通常都會在 比方說在每一季的季中間開始 然後呢一直做到了 季末的那個季底座上行情 會來去做發酵 那如果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二月到三月的這一次 真的很多很多小標股都跑出來了 可是這個時間點的台股是在震盪的 所以今年的重點的話 請你看內資 看投信 然後避開一些 比較屬於重量級的全值股的部分 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全球資金正在做一個調整 你看量越來越少 是的 沒錯 那如果看到去年的五六月的時候 那種大量有五六七億的大量 那這個時間點的常態量 叫做大概兩三千億而已 差不多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台積電很棒啊 因為台積電去年賺23塊 今年可以賺29塊 可是在遭逢到外資無情的調節之下 因為他們是配合著他們自己 母國或者是一些受益人 投資人他們這樣子一個 他是縱觀全球來做 對 真的 就不是台積電的問題 而是當他們受到資金的贖回賣壓的時候 因為他們也是國際的 像這個企經的資金啊 所以他們在贖回資金的時候 也要賣股票 那他們持股最高的就是台積電 所以他還是得賣 那金融股是不是就是搭上這個升息的議題 這個真的是大家都愛 就是內外資一起愛的 散戶也愛 散戶也愛 對 因為其實有一些純股族 以所謂的穩健 然後長期的投資人的話 其實你這個今年的話 你會覺得好棒喔 因為其實今年的金融股真的不一樣 因為其實今年金融股的話 我們看這個指數 已經是創下了近25年來的新高了 兩年比較就知道這個走勢差多少 對啊 那這個電子指數的話 如果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是從到今天為止的話 已經是到那個 幾乎是去年的9月份的起漲點了 也就比如說殺下去上來之後 再殺下去又回到原點 那幾乎叫做是沒完沒了的狀態 而且就是歸零嘛 如果我買在那邊的時候 對啊 上下陣我都沒賣到這邊 欸我的獲利是幾乎是持平的 對 那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就是因為如果你剛單看指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其實今年的一些 重量級的全資股 就是電子股 它真的很難操作 可是如果你有買到一些 中小型的個股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那個 我跟指數完全無相關 那在金融股的部分 大家就很關心說存股存股存金融 特別升息年 大家對於金融股都很有興趣 然後不管是外資在買 投信在買 甚至散戶也很喜歡買金融 這個金融的部分 大家就要請教崑仁選誰啊 好那金融的部分的話 小畢問到我想 應該是大家蠻想問的問題 因為其實今年的金融 真的是很棒的一年 那在去年是屬於一個金融大多頭 幾乎大家都在賺錢 大家都買下去都賺錢的一個年度 可是今年的話 因為其實在升息的過程之中 那有一些金融會特別受惠 然後有一些金融股的話 未必有那麼樣的受惠 所以我們來看這一頭影片的話 我幫大家提醒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在今年的升息循環開始的時候 請大家盡量是以朝向銀行股為主體的金控 或者你乾脆直接選銀行股就好了 因為他們是國內的銀行業 他們有受惠到國內的升息的相關利多 利差的部分會對他們來造成一些 他們營業上面的一個獲利 那可是如果是以所謂的受險為主體的金控 尤其是國泰金和富邦金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說別人在創高的過程中 他還在震盪 有發現嗎 這邊是 對這是今年的一月 當然他還不錯 已經算是相對比電子股更改來抗跌了 可是如果你買到國泰金跟富邦金的話 你會覺得今年啊 怎麼好像長得不太像我的股票一樣 因為他們今年的話 其實他是受險為主體 那受險為主體一個好處是因為 他可能有一些匯兌的收益 因為他們有美金部位 可是比較麻煩的事情的話 是他們也必須要面臨到 目前的投資環境的辛苦 所以他們今年在投資的收益上面來說的話 會遠遠不足去年 那也就表示說其實今年的資金 就會比較不關愛這個族群 所以如果在升息受惠的銀行股來說的話 是大家可以去選股的方向 所以在不買電子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把一些關愛的眼神 放在可能金融 或是像剛剛坤仁特別提到的鋼鐵對不對 今年鋼鐵為什麼這麼有搞頭啊 我們之前 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鋼鐵也迎來一波大行情 那時候說中鋼50塊不是問題啦 結果呢 大概碰我記得一下子又下來了 所以今年的鋼鐵 為什麼會這麼樣的旺 我們來舉一下例子 好 因為其實就去年來說的話 如果大家印象很深刻 去年在講一個叫碳中和的題材 對 那那個碳中和確實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那但是去年的話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是去年有非常非常多的資金 所以會帶來一波資金的浪潮 那今年的話就是沒有資金行情了 可是呢 今年的話是回歸到基本面的行情 所以如果回歸到鋼鐵的 本業的基本面的時候 今年至少是一個穩的基本面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其實今年在一些 就是在題材面也好 或是在一些輪動的過程中的話 那鋼鐵就單鋼的叫做是 需要它的時候就稍微去拉一下 這樣的過程 所以如果以今年的鋼鐵的基本面來說的話 是OK的 因為至少這個時間點 我們可以看到的鋼價是沒有在跌的 那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到 是說我們剛剛前面有跟大家聊到的 是如果這時間點你要選股的話 你不妨選產業加上中小型的個股 尤其是投信比較著墨的個股為重的個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兩檔個股 因為其實這兩檔個股 是我把它精訊挑選出來給大家分享的 又是投信有關愛 沒錯的 是的 而且這種就是那個完全沒有 然後就突然開始去做買進 那這個買進的過程之中 我們發現它竟然是從3月的下旬才開始買 然後呢 這個時間點的話大家不妨留意說 那會不會變成是下一季 大家可以留意到做賬的機會 對 那這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的方向 那這檔個股的話是203億的新光鋼 其實中宏它的股本有100多億 其實說小也不算小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其實投信也有再去做一個 默默的積極的買超 所以你看到這邊 那個去年的年底買過一輪 然後呢到了今年的3月的時候 又再買一輪 那如果以一個殖利率的考量來說的時候 其實它前一陣子也公佈它的配期的政策了 所以它要配2.8元的現金股利 所以如果以這個時間點來換算的話 它其實高達了6%的殖利率 我覺得是不錯的一個選股的方向 對 我們說啊 股票不見得要去賺它的殖利率 可是我們可以搭的就是吃法人豆腐啦 法人就會錢喜歡往高殖利的地方 那法人的資金湧到這些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一段價差 所以我們不見得要去賺它的配股配息 可是我們可以去賺法人 被它的高殖利率吸引的這個方向 這個就是現階段大家可以來去思考的 那貨櫃三雄 好 那貨櫃三雄 剛剛小畢有幫他點到重點 重點的話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的貨櫃三雄 我覺得它是一個 有投資價值的貨櫃三雄 終於來了嗎 但是 也就如剛剛小畢說到的 就是那個法人在做一些操作的時候 他們有可能在看的事情 未必是一個很大的波段 有一些比較保守型的法人 他們有可能會是說 大家就賺個殖利率 或賺個中間的價差就好了 那如果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因為前一陣子的台華 他就公告出來了 他說他處分了部分的陽明 還有他出清了 出清了長榮的事故 那如果大家發現說 他在做的事情的話 他也正在做一些實現獲利的過程 所以他的獲利3.8億元 而且3.8億元 那他出清的那個價位來說的話 剛好是在這一個 就是一般我們如果看 所謂的技術分析的話 這裡就是長榮的頸線 或者他的壓力區 對 所以他就是遇到壓力的時候 就把它獲利了解一趟 大概就150塊附近 對 沒錯 他就這個 你如果去看一下那個公告價的話 他就是在150出頭的那邊 去做一個賣超 當然短線上面有到170塊左右 那但是170塊到150塊 這個價差的地方來說的話 其實就剛好是長榮要配息的地方 那也就表示說 他漲上去 有人賺了那個股息 然後就想要把它賣一趟 然後不過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跌下來之後的話 一樣會把這個價差跌出來 150我買 170我賣 我跟著法人的這個賣動來走 這樣是OK的嗎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就會變成說 你可能要用 用比較積極的角度去做 這種所謂的短線上面的價差了 對 因為有些人就好愛貨櫃三雄 每天都在問坤仁跟小B貨櫃三雄 有人當然還是套在170以上的貨櫃三雄 所以對這些人來講 他們現在壓力也很大 所以你要說我去賺個配息 然後趕快把那些虧損 彌補掉 比方說我多賺幾次配息 來補那個我虧的價差 坤仁會覺得這樣的方向 我會覺得比較辛苦一點點啦 因為畢竟他就是一個短線上面的 價差的空間 那因為其實前一陣子那個 長榮跟陽明都開了法說會 那陽明他也自己說了 其實就整個下半年甚至明年來說的話 他會比較省慎看待接下來的景氣的方向 那也就表示說其實去年也是最好的一年 那今年到明年的時候就會變成好像還不錯 那他這樣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發展就未必會想要爆一個大波段 年報都已經公告完畢了 然後呢接下來的話 配息政策也陸陸續續都有公佈 然後呢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去年大家賺的多 所以今年自然就可以配的多 那也就代表著說這個高配息的 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啊 就會支撐現在目前的台股的指數 跟目前的台股的投資價值 所以不妨我們就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屬於保守一點的 或是像是穩健投資的朋友的話 你可以去找尋一些比較屬於大型股的 然後呢他配出來的息是夠高的 然後呢選股的方向的話你不妨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概6%甚至16%都那個都很棒 那都很棒的狀況的時候啊 我請投資朋友留意一個方向說 如果你要賺所謂的短線上面的價差的話 你不妨用這個方式 用非經濟利空的方式 然後拉回賣 因為他跌出來的那個價差的話 可以讓你不用等到配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趁他跌 然後你可以先買一趟 那買一趟的時候 自然而然他回歸基本面 或者回歸到說 哦有發現這麼高值率去買一下 然後你就會那種價差可以去做操作 那這是一種做法 然後另外一種做法的話 就是你如果真的不想要做操作 不想要去動它的話 你就乾脆去找那種這個市值超過 對啊市值超過1000億的 然後呢目前這個值率 這是Top 20 目前已知未知的即將公告的 都在這邊了 那很棒很棒的 像是這種那個華碩也不錯啊 才有11%的值利率 然後其實這裡面的個股的話 都有很穩很穩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我會稱為他叫做是一個 這件事情點你可以用富貴 那可以用穩中求的方式哦 剛剛昆仁講的這一句啊 非經濟利空拉回賣 大家會想說什麼意思 我們就立刻來舉例給大家聽好了 台勝科是不是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確實是 因為如果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因為其實在過年就是紅盤的時候哦 大家都一起在漲 然後結果有一個族群 竟然是大跌的 而且是重挫的 矽晶圓 矽晶圓 對 那矽晶圓的話 其實那個時間點有一些雜音 是因為環球晶 他併購了市創失敗 結果環球晶跌半根 台勝科跌一根 對他跌的比失敗的還多 對啊奇怪了 就是明明失敗的是人家 為什麼他跌那個 他變跌停板 說那個環球晶 他因為必須要擴產 然後呢 市創的關係的話 他依然存在那邊 所以整個產業會變成是攻 然後過於求 然後結果台勝科就跌停了 然後他跌停的時候呢 也跌破了季線 如果印象還深刻的話 那結果沒想到 他跌破季線之後 馬上就有法人去做進場 去把他拉抬向上 然後呢 再記得一下說 在3月的時候啊 也有所謂的疫情的關係 或者說那個就是 反正就是什麼 惡物又要打仗的關係 他就讓他跌破了一次季線 可是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一件事情 就是他每一次跌破的季線的時候啊 都反而帶來挫殺 或者帶來一個更低的買點 你可以去做逢低去做加碼 那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回歸到產業面來說 細晶圓 依然還是一個趨勢成長的產業 今年的細晶圓 就算有擴產 可是這個擴產都不是你說的算 因為接下來的話 要到明年 甚至是到未來的時候 才有那個產能可以開出來 那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長約的長約 然後漲價的長價 所以這時間點來說的話 其實供不應求的態勢 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也讓他在這個時間點啊 跌破之後 你可以用產業的角度 就是你不要單單看技術面的角度 你要用產業的角度 你要用基本面成長的角度 來去做這樣的操作 那當然在那個拉回首穩買進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說 不錯可以買在更低更好買點 可是如果萬一 萬一真的有那種就是 突然市場上面的資金 突然發現說 太好了太棒了 就一起去湧進去 去做這樣拉抬的過程中的話 也會帶來短線上面超漲的賣點 因為今年的資金真的很有限 因為今年的資金 真的在做一件事情 是他們在做一個類股輪動 所以萬一如果這種 有所謂的那個 短線上面急漲的過程中的話 也要請投資朋友 適度的去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所以如果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可以請投資朋友稍微等待一下 電動車可以拉回的買點 因為這個時間點 特斯拉已經漲高了 是也沒錯 因為其實特斯拉最近在漲的題材 包含了他的德國的超級工廠 還有包含了他接下來 會去做股票的分割 那我覺得馬斯克真的是很厲害的 他很會 他真的很會他去調整 那個操作市場上面 對他的股價的表現 所以既然已經漲到1000塊了 那我們不妨等他拉回首穩之後 然後再去做一個承接 然後所以其他的那個相關的族群的話 也都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因為其實這個是德維 二級體的德維 然後新唐是MCU的新唐 然後呢漢磊的話 是第三代半導體的漢磊 所以相關的電動車的族群來說的話 都會是今年大家可以留意到的方向 那四月份的操作的重點來說的話 請投資朋友就看到說 如果這幾檔個股 或這幾個族群有在拉回的過程中 看到了一個首穩的均線的過程中的話 可以去做一個留意去做切入 好的了解 所以呢其實現在在整個 我覺得馬斯克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特斯拉的股價跌也是因為他 現在漲上來了又是因為他 他真的是蠻了不起的 就在於自家股價上面的控管 這點還蠻精準的 我們來下一個結論好了 就四月份坤仁會覺得避開誰 避開電子嗎 然後電子裡面難道就真的是一無是處 完全不可取嗎 我們要怎麼樣給大家一個結論 好那四月的行情的話 我覺得會回歸到投資價值 就是我們剛前面說到的 包含了像是FET的升息已經確立了 然後呢接下來的話 俄物戰爭裡會一個 終將要去做利空的鈍化 那四月份的行情會是一個 有基本面的行情 可是會是一個缺乏資金的行情 所以在電子股的選股的方向的時候 我請投資朋友 還是要稍微避開一下電子的全資股 那不妨去留意到 所謂的中小型然後投信著墨比較深的個股上面去 所以這個是第四月份的選股的方向 OK了解 希望今天的節目呢 對大家都有所幫助 所以整個四月份 如果你還不知道要選哪些主流的話 這支影片記得看個十遍 看完十遍之後呢在下方的留言區 多留言告訴我們 你還想要知道什麼樣的主題 那千萬不要忘記了 按讚訂閱分享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的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呢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百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題